在今天这个世界 我认为有一个最大的机会 就是人工智能 我觉得它跟互联网都不一样 在我看来 互联网是开启了一个云端 我们叫线上嘛 人工智能是开启了一个世界 人类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是在真实世界活着的 而人工智能的到来 它会开启一个虚异世界 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十年 当六季到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有机会 活在一个虚异的世界里 虚异世界就是 你进入那个世界以后 和真实世界是一样的 人家说那不就做梦吗 不是的 如果我做梦 梦里头是没有五官的 没有那种触摸感 知道吗 在虚异的世界里头 摸一下是有触摸感的 所以虚异世界到来以后 如果你的老婆 突然去了虚异世界 或者你的老公 突然去了虚异世界 那你最好进去看一看 她跟谁在一起 因为那个世界里头 可以重新谈恋爱 结婚 做事业 赚钱 可以有货币 而且那个货币 跟真实的世界 可以互相兑换 就是虚异世界 可以把你的人生 在现实世界 没有实现的 在虚异世界里干嘛 再来一遍 你当年追谁 没追上的 你可以他相约 虚异世界 你重新可以再来一遍 所以这是一个 颠覆性的技术 人工智能 Chad GPT 导致达摩型的爆发 然后呢 SOLA的诞生 导致我们中国 越来越开始 重视人工智能 这个是我认为 工业革命 三百年以来 就翻天覆地了 它是完全走进了 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做了我这辈子 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一个决定 就是我本来 从来不投 科技型企业的 因为我觉得 科技型企业 风险太大 控制不住 你投中一个 滴滴大车 意味死掉了 无数的滴滴大车 你投中一个美团 死掉了 五千个团购王 这个成功率太低了 直到 人工智能的到来 让我对这个世界 发生了重新的变化 所以后来 我投了AI 是目前我看到的 人工智能 加教育 人工智能 加教育里头的 最好的展现 就是跟他合作以后 我重新研究了一下 他的那个学习机 他的那个学习机 给我一个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跟老师 有一个最大的 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把你的 孩子的知识的盲点 找出来 比如说 一个初三的孩子 数学考了60分 他可能是因为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的知识点 没掌握 这个大模型 他能找到你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你的 四五六年级的 那个知识点 给你补上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再给一点时间 世间再无天才 只要你的孩子 从三年级开始 用人工智能 你会发现好了 他所有的知识点 都会补上 以后 不管你的孩子 愿意读书 不愿意读书 你走上这条路以后 你会发现 每个人考试都很好 所以世间再无天才 我儿子是学霸 我太太是学霸 我不是学霸 我的考试成绩 在班上 平均50个人里头 大概在10名到20名 我就是那个 所谓的传说中的20名 但是呢 我很想成为一个学霸 就我很想学习特别好 然后鄙视别人的那种感觉 找一找 我就突然很想 搞两个宝宝 然后呢 让他用人工智能 然后把这两个女儿 就培养着学霸 加油